大家好 我是Alex 今天想說一下 增距鏡的組合可以應用在鏡頭上 先前亦有短片給大家介紹一下 應該是增距鏡還是財相好 亦有幾個不同的方案介紹給各位 即是可以這樣的組合 但實際上有時要用得比較長的鏡頭才能拍攝 我們不會說手錄上有那麼長的鏡頭 亦未必能夠帶出外影 所以我們需要用增距鏡去組合 現在看到這麼多增距鏡 其實每個增距鏡有不同牌子 有不同的用途和組合 亦有不同的代表 例如EF 版本或RF 版本 應該如何應用呢 現在是一個實際使用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是Sony 600 4 光圈 其實它本身都推出了兩個增距鏡 一個1.4 和2成 兩個的質素都相當好 以我實際使用經驗 我自己亦比較過 Sony 604 光圈鏡頭 加上1.4 和2成的鏡頭 比起EF 版本 604 Mark III 再加上EF 1.4 和2成 它的質素是好少少的 很微細 基本上 你不去兩個比較 分辨不到 因為我有很多機會 同時帶兩支鏡頭 我用EF 一人用一套 可能它用這套 我用這套 中間過程會交換 變成同一個環境 我都會有兩個組合拍出來的照片 當然了 Sony 600 4 配合 Alpha 1 而 Canon 600 4 配合 R5 機身都有不同 當然兩個不同牌子 鏡頭不同 兩個得出來的組合 我自己覺得 1.2成的鏡頭 如果用了EF 版本 配這個 這個就是原廠的Sony 這個優勝少少 很微細 但又會逆轉 當我已經改裝了一個Adapter 一個EF 轉做 RF 平時我們這個鏡頭 EF 版本 就要放了一個 增距鏡 再放一個Adapter 然後再放一個機身 這樣組合 但現在改裝的Adapter 就是這個二乘增距鏡 我首先用EF 轉做 RF 放在這裡 正常來說 這個 RF 增距鏡 你放不下去 我這個改裝了 我就可以這樣 先放一個EF 的Dapter 然後EF 轉做 RF 再放一個 RF 的側距鏡 再放一個 RF Body 再放一個 RF Body 如果這樣的組合 就是說 我是用EF 鏡頭 就用回 RF 的側距鏡 我又覺得 這兩個這樣的組合 解釋了1.2成 就是接近回合分數 就是之前 如果我用EF 版本 都是 Mark 3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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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略為優勝少少 如果我放大 這麼大的螢幕 以及 Adobe RGB 的螢幕 你才會看到 有一點點的質素 如果用這個 略為化了一點點 差了一點點 要用2成的 很微細的色散 不嚴重 但是這個 就好一點點 全部都是差一點點 但是如果現在的組合 我這樣 這樣就一樣了 這樣可以慢慢 其實現在這個組合 RF 的側距鏡 加上鏡頭 其實就等於現在 伸出 RF 400.8 和 604 這個 400.8 這個是 EF 版本 就是 Mark 3 這個就是 EF 版本 604 Mark 3 其實現在這樣的組合 用這個 RF 跟它的新鏡 是一樣的 原因就是 RF 600.4 和 604.8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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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樣 只是 Adapter 不同了 Adapter 就像我這個 改裝了這個 Adapter 雖然 原廠一個漂亮很多 但是我改裝了 做到同樣效果 一樣可以這樣薄上去 但是有少少 跟原裝的會有些不同 就是暫時我用這個 Adapter 你安裝了之後 加上 1.4 鏡頭 它顯示出來 在機身內的光圈值 仍然是保留你原本的鏡頭的光圈值 如果我用這些 MARC 3 配MARC 3 或者這個 Sony 譬如說 下了 1.4 鏡頭就會減一級 譬如說你 4 光圈 它顯示出來 5.6 如果下了 2 成 就會顯示出來 8 但是呢 如果我用這個 Adapter 改裝 這是副廠來的 不是文言廠 下了之後 它仍然是保留原本的光圈 但是曝光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沒有問題 雖然你展示了 4 光圈 但是它自動的曝光 其實你下了 1 鏡頭 它進來的光是弱了 它的測光是根據現場的環境 測光的 所以就算它是 4 光圈 掃給你是 2.8 鏡頭 但是你實際上入光是弱了 它的測光錶可以測到的 它的快門會給你對的 不過如果你將快門和光圈 去組合拼在一起 與原本的鏡頭 你會發覺組合差一點 就是數據不同 但是最終曝光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我用上來 數據的光圈不同 但是曝光是對的 快門那些沒有影響的 譬如你下了 1.4 下了 2 成 實際上都是比正常的測光 是減了 1 級和 2 級光圈的 一樣會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唯一差一點 如果遲些改裝之後 不是改裝了 遲些它出一個新款的 裡面那些改良了一點 裡面有電子版的 會不會正常的呢 就不知道 但是暫時來說 我用了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繼續用吧 如果將來知道 或者買回來有試試 我喜歡也試試模仿 如果再改裝之後 再通知大家 另外 這個反本 怎麼會有 2 成 2 個呢 這個有巧妙 這個就是 2 代 Mark 2 這個就是 Mark 3 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這裡可能看到 這個 Mark 2 裡面的鏡組 是深入一點 Mark 3 這個是突出一點 所以 Mark 2, Mark 3 並不是說 Mark 2, Mark 3 就改了 它真的是鏡組設計不同了 質素方面 我也自己比較過 分別就不是很大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的 應該出來 反而 就是 1.4 EF 2 代和 3 代 無論是配合 2 代鏡 或者配合 3 代鏡 1.4 增距鏡 3 代是比 2 代好 這個比較明顯 而 2 成 2 個分別不大 所以 2 代增距鏡 我有 2 個 現在我有 2 個 有 1 個沒得出 這個增距鏡 為什麼留下呢 有個巧妙 你看看 這個應該看面 這裡 這個比較突出 如果這個是 3 代 這個是 3 代 它已經改良了 這個位置是窄了 你是不能放進去 頂住 我不會將它塞下去 頂住 但是呢 如果你用 2 代的 2 成 再加 3 代的 1.4 我找回 Mark 位 是可以的 不知有沒有人有什麼經驗 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你用 2 代 你就直接買 3 代 然後買了 2 代 很少會保持這麼多 我通常買回來先的東西 尤其是一些器材 買回來先 比較一輪 然後 可能還放一輪 放一段時間 舊的才賣 很少把器材賣掉 等新的油才賣 原因就是要用 如果你賣了這麼早 賣了之後 你要用的時候 不能用 那怎麼辦呢 我最重要可以用 雖然價錢會跌 但我也不太介意 最重要可以用 而且賣回來之後 再一個比較一下 分別在哪裏 好像這個 1.42 成 2 代 3 代我還未買 比較一輪 發覺 2 代很開 但 3 代 發覺 2 代 1.4 和 2 代 2 代 2 成 是合不來的 但原來 3 代 合不到 3 代 2 代 2 代 要用 2 代 2 成 加 3 代 1.4 才可以得 現在這樣 就成 2 成 1.4 了 接著 放在鏡頭上 還有一件好玩的 剛才我都說了 我自己改裝了一個 EF 轉做 RF 的 先前也出了一條影片 給大家看 怎樣改裝 有些小工具 你用手動木工材也可以 用電動工具也可以 改裝了之後 這個 Adapter 可以用 Canon RF 的側距鏡 正常來說 用原廠的側距鏡 可以放進去 因為後面 長條形的 收窄了遮光 遮光的 遮光 這個 裡面是很闊的 可以放進去 這次我們駁個耳食 有一個紅點 再對孔 這支是482.8 這支是2乘 RF 的2乘 EF 的48.8 我對回位 現在這個組合 就是800mm 5.6 2.8 加上5.6 800 5.6 這個剛才說過 600乘2乘1.4 還可以玩 我先把這個組合 我先把這個組合 哈哈 我要對回位 看不到位 這裡 這個組合 是凹凸的 這個沒有凸出來 所以可以這樣組合 現在這個組合 就是 插發外線 就是600乘2乘1.4 再乘2 不能再薄 因為它的尾 是凹凸出來的 不可以再摺東西 但有2乘2乘1.4 這個組合 都算誇張 再加上機身會怎樣 是 差不多 而這個組合 就是3360 3000多mm 3360mm 如果我是打APS-C mode 或者換了APS-C機 就再乘1.5 夠厲害 其實這個 就是玩的燃味多些 實際上使用比較少 原因就是 角角圈一來比較小 二來就是質素 都不會太好 這樣加 其實我都試過 2乘加1.4 是OK的 但很明顯 比你隨便加一個 是更加差的 但是加完 一般來說 2乘和1.4 那個質素 你在後期 那個Dehase Quality 再提升一點 那個出來的質素 都可以接受 真的會遇到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譬如說 你想拍月光 你用600 加2乘 再加1.4 這個效果都會比較好 其實有很多組合 譬如說 因為前面可以這樣加EF 後面也可以加RF 你其實可以前面 可能加1.4 如果不需要很長 只要加1.4 或2乘 後面就加RF 即正常用途 即正常用途 就可以這樣用 甚至乎 一般來說 600要加2乘 我覺得質素好 就是600加RF 如果要加1.4 600加RF 1.4 如果要長過2乘 可能600加EF 1.4加RF 那樣的組合 你自己去組合 遲些有機會 我拿出去外拍 那時我帶齊幾個爭距鏡 再試一試不同的組合 出來的效果會怎樣 再跟大家分享 這次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未訂閱我頻道 歡迎訂閱 另外可以給個like 或comment 即是把你的看法 以及你的意見 寫在留言那裏 亦都歡迎各位分享給朋友 大家分享 拜拜 今次就講到這裏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和按讚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 以及按這個小鈴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了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 多謝各位